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两万零八百点就很高了 现在都两万一千五百了 想不到 天天都在创新高 天天都在创新高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不要胡思乱想 全力充斥就对 520行情全力充斥就对 赞台部的股票部就对了嘛 管你不要去堆 你快要讲多久了 一个多月了哦 这一个多月来 我的口气都一样 全力充斥520 有下来你都买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不然你还跟你一起合作啊 我没给你堆管 我从来不最高的嘛 你们知道啊 专买底部的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啊 划不划算 而且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资讯费都是小钱 你的输赢才是重点 你的输赢才是重点 你看2383台光店 今天又大涨 439.5 这样给你 360买的 今天439 一张快7万 10张都快70万了 是不是 论泰权 60块钱买的 一个便当的给你 一天一个便当划不划算 也好啦 绝对划算啦 昨天美国股市又大涨 道琼涨348点 昨天发布4月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年增3.4% 三月份是3.5% 稍微降 可是离2%的目标 还有点距离 所以联准会 赶快跳出来讲话 不会升息 大家放心不会升息 有联准会挂波警 行情就开始撑出去了 费半也大涨 你看上个礼拜跟大家谈 道琼周线 黄金交叉出来了 前一次的黄金交叉 一大波 周线的黄金交叉 往往是一个大波段的行情 那这次又来了 你看到脚安州 道琼已经创历史性高了 是不是冲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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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达克 也冲出去了 费半也是一样啊 这次费半修正比较多 黄金交叉出现 会不会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启 你看费半 我讲完之后 也开始在挠了 所有的资料 林何彦都是事先提醒你的 从来没有事后马后炮 事后马后炮你看我节目就没意义了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变化 主要焦点在哪里 昨天ADR部分也还不错 台积电 日月光 这是奇美 奇景光电 奇景光电在美国挂牌 昨天大涨5% 昨天AI又是大重点 AMD4% 美超为15% 高通2.9% 博通4% MVIDIA3.5% 麦威尔3% 美光2.4% 那另外这边 WD2.9% SEGA2.6% 这两家是全球前两大的硬碟厂 昨天也都大涨 那昨天惠普1.95% DALE11.2% 这两家公司是美国两大电脑品牌 那电脑品牌跟AI有什么关系 AIPC啊 现在人家要买电脑 一定都是冲着 有AI功能的AIPC嘛 对不对 所以当AI全部起来的时候 今年的换机潮 重点就在AIPC身上 所以昨天AIPC的部分 DALE也大涨11%多 特别要跟大家谈一个看这个 昨天高通 涨2.98% 最近AI股票 修正幅度的蛮多的 可是高通一支独秀 高通股价 蹲下去马上冲出去 这是从104美元 涨到昨天156美元 高通狠狠的大涨了88% 那高通为什么能够冲出去 因为财报发布出来 第一季业绩大好 而且高通特别强调 今年会有换机潮哦 今年会不会换机潮 你看联发科就知道了嘛 联发科跟高通 这两家公司是晶片 手机晶片的两大厂 高通第二大 联发科最大 联发科第一季财报 19.85元 比去年第一季10.68元 大幅攀升了86% 所以手机前两大晶片 都共同的喊出 今年有换机潮 而且换机潮来源是什么 有AI功能的手机 你知道今年在2月3月的时候 三星发表了一款 有AI功能的手机S24 一发布完之后 马上它的销售量 冲到平方榜第一名 马上把苹果手机 直接踩到脚底下 可见得 现在人家要买新的手机 都希望买什么 蛮有AI功能的 所以整个AI我跟大家讲过 是完全的扩散 从原本的伺服器 现在扩散到手机 扩散到平板 甚至于扩散到电脑 以后扩散的范围会越来越广 所以跟大家讲过 AI没得到啦 AI只会越来越好而已 你看联发科 财报出来之后 我就跟大家谈啊 业绩大攀升 股价 14天的30天的30天 时间厚啊 当时要买 要快就要注意哦 你看联发科 我讲完之后就一路喷啊 我们事先提醒你 从基本面到筹码面 到时间周期 我帮你拿钱啊 我不是大厂之后才在跟你讲 我在底部就告诉你了 这样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对不对 那AI的部分 NVIDIA修正了23% AMD修正了38% 美超围修正了46%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 台北国际电脑展 会不会让AI的股市 AI的行情再次风起云涌 去年就是从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始的 这一次台北国际电脑展 完全以AI为主轴 完全以人工资货为主轴 六大主题全部围绕在AI 我上一半就开始讲了 当大家都还在追逐营件 一下航运 一下重电类股 人家就提醒你 要来看AI啊 台北国际电脑展 会不会让AI重新载起来 我上一半就开始讲了 你看礼拜二AI开始动了 昨天AI的股票继续走强 连亚马逊都入股四星 今天AI全面燃烧 市场资金原本剩下50几%的电子股 今天冲到65% 我有提早说吗 这个是不是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要有前瞻的分析 比别人领先布局 当行情来的时候 水到渠成 别人就帮你抬轿 这就是要千金难买早知道 对 所有事情临台县都是领先市场 第一个嗅到味道 第一个提醒你 你这样一天一个便当 一天一天便当的侯卫 我不是AI最近大长 最后才告诉你 我上星期台北国际电脑展 时间表一出来我就开始跟大家谈 我开始在讲 今天市场又在讨论这个 今天市场另外再讨论这个 最近国际同价 从二月份的8065美元 到昨天10250美元 最近三个月涨了27% 同价大涨谁有利 PCB有利对不对 有间PCB的部分 台光电大涨 机箱电大涨 我当时开始讲 我什么时候开始讲呢 今天是5月15号 我是4月15号 我四个十五 领先市场一个月 我就开始来讲台光电了 三十八天的二十 二十天的四十天 最后两天 最后两天 我叫你快落下了 小安座是不是上来了 今天又创新高 今天又创新高 四百三十九 一张七万 十张七十万 今天市场才在注意这个消息 今天市场才在注意这个消息 我在一个月前 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这样有没有 千金难买早知道 有没有 我的动作永远都是领先市场的 所以才有办法都从底部买进 其他老师都是后知后觉 看到行情热度来了 开始追 都在帮我抬轿 都在帮我们会员抬轿 一张一张便当的侯卫 你看我买完之后 外资都已经喊到六百零五了 都花到六百零五了 金像电回到九个月底部 金像电回到九个月底部 要注意哦 这边要注意哦 第一季成长一百八十四% 所以很多AI的个股 股价都回到很低的位阶 业绩都呈现大爆发 接下来台北国际电脑展 要注意哦 这要常常说嘛 人两个及四个 你要去追钱你追不到 最聪明的方法 让钱来找上你 让钱来推升你 所以你要底部布局 你就能够轻松获利 今天台北股市又创新高 没有最高 只有更高 每天都一直在创新高 520行情全力冲刺 520行情全力冲刺 今天成交量 五千两百七十一亿 因为几大类股 全部都起来了 到底来 最近是轮着动 礼拜二航运 我提醒你 航运涨多要税利哦 就果然昨天航运大跌 那昨天航运大跌 军工礼拜二也起来 昨天航运大跌之后 金融股起来了 今天昨天金融股起来助攻 所以生生不息 就是在推升520行情 今天航股就起来了 今天金融也强 航运也强 AI也强 共同都在冲520的业绩 共同都在冲520的航行 可惜你不要抵账 赤底部的股票买 找底部的股票买 不要去抵账 要买像这种 要买早就该买了 要买早就该买了 对不对 要买早就该买了 不是要买自己去堆 要买底部就要买了 不是大跌完之后再去追 追了又被套住 你要有那个能耐 别人还不知道 你就知道 达美航空在大涨 我看到了 我们的航空股还没涨 我就提醒你了 那你当时下去买 不就大赚了 对不对 包含 当时你如果下去买 华航在19块 现在在25块 这个才叫千金难买早知道 虎航也是啊 你都可以买在很低的位阶啊 林合院都在第一时间提醒你了 下跌 勇于危机路是 你就有超额利润 记不记得 中东的战局 大跌1000点 只有林天英叫你赶快买 当时你下去买的 不管是材料KY 或者长龙航空 溯天 台光店 全部都贪大钱嘛 一天一个便当的侯卫 你不敢买我带你买 一天一个便当的侯卫 五个吹你又跌174点 我们趁机赶快又下去买 星光金台达电 技嘉280 对 围影110 是不是买底部的 8块3 8块2 8块4 是不是买底部的 党党各股都一样 305买 隔天又大赚了 几个破段下来 380跌到270 涨上来350卖 拿回来提醒你了 是不是上来了 10张34万 320卖出 305再买回来 就光是张三段 280买350卖 295买320卖 305买333 10张就好 120万 买个10张 300万你们都有啊 你要事先看到行情 不是事后帮人家抬轿 事先都看到行情 你就能够低阶 党党个股都如此啊 润泰泉 我在五月初就跟大家分享了 南三人寿的业绩 一股会赚超过4块钱哦 要记得吗 前市场跟我在说而已 没有人在注意润泰泉 我们六十买 上个礼拜三615还在加码 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我们六十七还在买 昨天又涨停 美股净值拉高到96.6 是不是又从底部开始了 领先市场跟你做预告 连财报预估都几乎百分之百 一张六万 十张六十万 六十万两个礼拜时间赚十五万 要好吗 发布好算 今年一季就赚四块二 全年赚个十块十五块跑不掉 美股净值九十六块 现在才七十几块钱而已 四月的营收获利又大增 这只赚三个月而已 四个月营收又大增 这行情会不会刷的啦 你们的有用心吗 我是很用功 对不对 其他是看不到的 我都看得到 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还有外时间 我都在找资料 不是只有上市柜而已 连整个全球国际 我都看在眼里 这样你跟着我做才有意义嘛 是不是 在各行各业 你有你的专业 有你的翘楚 股票市场是我的全部 我全新的投入 我研究的心得 来跟你分享 我们一起来赚大钱 共创双赢嘛 党党都是底部的股票 对 自薪260买 五个月大底 买完之后就大涨 拉回来200区又加码 趁大跌之后加码 买完又大涨 是不是党党都是底部的 最赚钱的除能 溯天 216 217 225 买完又大涨 250买一次 拉回来再买 225 276买出 两趟加起来 是不是都80万了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万 要赚个30% 50% 就没问题嘛 就容易达成嘛 甚至于一支股票也不错啊 把你有限资源集中在一档 把你有限资源集中在一档最强的股票 融赚单股 这第二后开始在上档了 已经开始发动了 融赚单股的精神就是这样 把有限资金集中在最好的股票 航行一发动 你的爆发力获利就最足 现在准备要推出第三号 现在准备要推出第三号 喜欢这种资金集中操作的 欢迎跟上我们脚步 往中复电话 记得很高 收到马上回来 欢迎在现场 这个礼拜有三场讲座 礼拜六下午的台北 礼拜天早上的高雄 礼拜天下午的台中 台北国际电脑展 AI风云再起 去年台北国际电脑展 AI开始引爆一大波 现在经过两个月三个月沉淀 有些股价跌很深了 这一次几个大咖都会来台湾 黄连迅已经来了 而且来了 昨天已经开始 为自己最新的商品 开始在做促销了 谁是最大受益者 我在演讲会场上告诉你 你给我两个小时时间 我把这一次AI的行情 谁爆发力最足 我来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如果不到报名专线的 等一下广告时间 记得打电话进来 今天台北股市涨157点 从美国到欧洲到亚洲 今天日本涨500多点 全部都大涨 所以说不要欧白胜 全力冲刺520就对 我们不要在关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费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 50% 继续赚下去 跟我一起合作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资金集中在一档 最具爆发力的股票 行情发动之后 你就是最大赢家 就是熔断单股 第二号已经开始在走 第二号已经开始在冲 我们现在准备推出第三号 有兴趣的不要再错过 财报昨天都发布完了 你要找底部的股票 对 技嘉业绩大爆发 股价394跌到280 我时间都算好给你看了 都给你预告 最后两天 这一次12天 最后两天 你有买吗 你有没有买 你有买吗 这要多开始而已 今年业绩最好的台光店 连续四个月创新高 时间我也都算好给你了 时间我也都算好给你了 你有买吗 你有买 完全open讲的 完全公开讲的 不怕你知道 不怕你跟 就要让你感受 我们会员操作的过程 林和彦分析的用心 对 普瑞 腰斩了 获利成长59% 几块钱就可以买 几块钱可以买 对 材料KY 连时间都算给你看了 敢不敢买 敢买吗 一季赚到这么多 年成长快三倍 法人现在都估到100块钱了 会去哪里 有没有 还有好几档 我没有时间讲 没时间讲啦 你留一些 让我在演讲会场上讲 两个小时 我可以讲得很充分 每天只有20分钟 只演讲点点滴滴片段 所以给我两个小时时间 演讲会场上 我来告诉你 这次台北国际电脑展 谁是最大赢家 带动AI蜂巢的video 最新的产品 谁是最大受益者 礼拜六下午台北 礼拜天早上高雄 下午台中 大家进来报名 最后祝你超好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